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几年随着房价上涨 许多人都因为炒房发了财 只是想要凭此赚钱 除了资金阔绰 还应具有出色的投资眼光 可投资总是有风险的 指不定哪天就因为政策或者市场影响而导致失利 就像知名主持廖小军 当年他和丈夫斥资两亿买下豪宅 然而最后卖不得也租不得 廖小军出生于云林县西罗镇 拒绝继承家业 一心走入新闻业的他 1988年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五专编采科毕业后 进入府人大学大船系就读 1991年毕业后 他在丈夫林杰焕的建议下 报考警广记者顺利通过 担任陈间新闻编辑 后来又考进联合报系 担任经济日报记者 四年之后进入TVBS担任文字记者 随后接下主播职务 知名度渐增 1997年6月民事开台 在当时民事新闻部经理杨建宏的引荐之下 廖小军加盟民事担任主播及主持人 之后又坐上台式主播台 成为台式晚间新闻播出30年来 首次非台式记者出身 并由他台跳槽至晚间新闻主播的第一人 但也因此与民事爆发合约纠纷 民事愤而挖角 从台式退休的盛竹如加以报复 没几年 廖小军因为生产向台式请辞 隔年便加入年代新闻台 担任年代晚报主播 并曾经跨台至超市代班主持新闻哇哇哇 他始终觉得 每个节目都是一次作品 若是没有经历挫折跟失败 就不是新闻人 为了挑战自我才选择了新闻专业 在各大新闻台闯荡30年 而新台湾加油让他走向了政论节目的最前沿 除了主播和主持人 妈妈跟妻子也是他的代名词 能够兼顾家庭与事业的人生 着实让人钦佩 廖小军坦言 过去在新闻台的播报非常辛苦 也让他非常排斥 以前必须苦读记者龙飞凤舞的手稿 看不懂只能靠随机应变 不像现在还有读稿机 从文字记者 电视记者 主播主持人等经验层层累积后 他成了非常受民众欢迎的主持人 但在前些年的时候 他曾经觉得在新闻业工时长又辛苦 一度想要辞退主持人的工作 不过最终仍凭着自己对新闻的热忱 坚持留下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只能送孩子到电梯门口就得回家 持续和同事进行汇报 中午左右进公司 到了将近半夜才能下班回家 每天工时超过12小时 辛苦的程度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廖小军表示 工作并不会有做完的时候 节目的制作分为内容 来宾及主题三个面向 将求节目品质的他亲自把关 就连会花上将近六个小时的后置 也千里轻微 甚至还自嘲 这么用心的主持人 台湾可能找不到第二个了 回想2014年的太阳花学院 他曾亲自和年轻学子一起静坐 当时他看到大家集体进行抗议 默默流下眼泪 直言 未来掌握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手中 绝对有希望 而在新闻媒体夜充斥的时代 他认为许多媒体会有刻意带风向 以及让听众白痴话的倾向 所以将社会第一手资讯呈现给社会大众 而启迪民智一直使他的坚持 只是多年前 他曾因工作操劳过度 罹患晕眩症 还曾经在电视台昏倒 索性后来通过有人介绍 才得以用药物控制病情 他在荧幕前展露出自信与专业的主持深度 加上幕后优秀的节目制作团队 才得以铲除优质的政论节目 廖小军还表示 除了幕后团队 家人是他最大的依靠 假日喜欢和丈夫临结换一起骑单车 吃甜食是他每天最疗愈的时刻 家里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过去曾希望身为妈妈的廖小军帮忙带便当 但是爸爸不肯 最后反而是廖小军慈母心切 每天偷偷为孩子准备爱心便当送到学校 就是希望能够把握孩子 青少年时期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社会上经常流传着 少时不读书 长大当记者的刻板印象 但对廖小军而言 进入新闻业是给自己更多的挑战 打破既有印象 并且让社会大众对这个行业另眼相看 他表示 现在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工作机会非常多元 找到机会就要努力尝试 各行各业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 廖小军在媒体圈发迹的过程颇为传奇 不过最让人眼睛一亮的 不是他的主持功力 而是他和先生临结换惊人的炒房术 四年买卖地保赚近两亿以上 至今都是房地产界的传奇 卖一屋地保赚两亿就够神奇的 但夫妻俩炒豪宅的功力不仅如此 曾有消息人士指出 他们在买地保钱 约2006年左右 买进同样位在仁爱路上的旅行阅读一户 近80瓶 后来因风水考量而妥手 先出手仁爱路旅行阅读 但这一进一出每平赚50万 获利约4000万 以买卖地保和旅行阅读两豪宅的时间点推算 廖小军夫妇在2007至2008两年间 手上可能同时拥有两间豪宅 不过因为旅行阅读买得早 其当时金融风暴 房价还没有进入高峰期 所以旅行阅读卖的时间点 只赶到房价第一波高峰 而廖小军夫妻厉害的是 卖掉旅行阅读时 手上留下一户极品豪宅地保 约165平外加双车位 从2007年买地保后 夫妻俩并没有马上迁入毛皮房 放了一年多 直到2009年左右才入住 夫妻俩似乎对豪宅情有独钟 早在2001年前就入住信义区的第一批豪宅 就是位在信义路五段的红洗花园 洪海董事长郭台铭和艺人胡瓜都曾住次 廖小军的双胞胎男宝宝也是在此诞生 七十多平大房还雇飞庸看护 而因飞庸控诉工时过长 还让夫妻俩成为报纸头条新闻主角 细数廖小军夫妇的豪宅是 真令人叹为观止 从信义区到仁爱的一等豪宅都有他们的足迹 当年夫妻俩尝尽田头后成胜追击 不过后来却因为政策踢到铁板 2012年廖小军花了两亿元 买下位在杭州南路的台北官邸 虽知名度不如地宝高 但透天别墅的挑高设计在台北市相当罕见 且廖小军将内部装潢如同五星级饭店般奢华惬意 目标锁定富豪来租或购入 以投资角度而言 他的挑房功力仍相当厉害 2012年时台北官邸每平76万元 隔年就飙涨至每平125万元 不过因为政策让豪宅买家越来越挑剔 若非真正的顶级豪宅买家不会轻易下手 小豪宅的购买率为此大幅下滑 廖小军手上的台北官邸 也就成为租不出也卖不掉的烫手山芸 就连将租金从一个月40万调降至20万 仍发人问津 业者表示 台湾官邸这种小豪宅和地宝等级有落差 无论是想开高价卖出或租都有困难 外界更直呼豪宅高手廖小军也踢到铁板 而有意思的是 早前据廖小军的相关住户透露 那时人住地宝又靠卖地宝赚上亿的他 却在主持的节目中不断批判连胜文住地宝 让不少前地宝邻居看傻了眼 纷纷质疑买地宝 住地宝又靠地宝赚钱的他到底是何居心 现年54岁的资深媒体人廖小军 日前创立个人社交平台账号 小军台湾Plus掀起大批粉丝关注 而近日他在社交账号上分享 自己重拾毛笔写书法 没想到却意外发现 手不听使唤一直抖 廖小军透露 自己印象中上一次拿起毛笔 大概是在小学阶段 他解释 因为小学非常好动爱玩 被妈妈送去学书法 看可不可以静一点 有气质一点 学着学着也写出了兴趣 不过长大了 反而没有机会再动笔 但廖小军之前为了挺公益活动 提供几幅着作意脉 他提到 重拾毛笔的练习过程不辛苦 只是很奇怪 悬万时手会一直抖 不知这是不是老人正头 而书法老师告诉他 抖一抖才有书法的韵味 让他笑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 牛刀小事两下 再加上一点点美编巧思 打工告成 最后幸好有善心人士收藏作品 不然老娘从此封闭 此外 廖小军包弟廖维德 当年去世的消息 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据媒体报道 才36岁的廖维德在篮球场上打球 突然不舒服昏倒 球友赶紧打电话送医急救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廖小军听闻后悲痛欲绝 立即暂停手边一切计划 全力处理弟弟的后事 当时一身白色套装 卸下平日浓浓主播装的他 刻意以粗犷眼镜 掩饰哭过红肿的双眼 不过还是感谢了外界的关心 彼时他刚辞去主播工作 原本计划赴美进修 但弟弟的意外让他暂停手边一切工作 在老公林杰焕的陪同下 尽心尽力帮弟弟处理后事 在采访时他也表示 希望大家平时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多爱护自己的家人 强大精神的他当时还不敢把这个噩耗 告知年迈的母亲 而难以接受事实的还有亲哥哥廖中贤 他说弟弟平常爱运动 走得实在太突然了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廖中贤的好朋友马兆骏 也是差不多时间去世 他对此表示极度悲伤 生活也瞬间陷入茫然气 弟弟的灵堂跟马兆骏在同一楼层 好朋友和弟弟促事的巧合 让他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后来直接拒绝了媒体的一切采访 而36岁正值青壮年的廖维德 原本是一家位于板桥眼镜行的店长 店员们都很难相信 不抽烟 不喝酒 生活作息正常的他 会在篮球场上遭遇意外 现如今每次回忆起弟弟的离世 廖小军总是难言悲伤 可见姐弟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 不过此去多年 相信廖小军已逐渐走出来了 希望他能鼓起勇气 面对未来的挑战 安详幸福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